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之后的日子 我就不断地为我的家人 给他们讲福音的真理 为他们祷告 祷告 祷告 十二年之后 我们全家都信主 这是一个多高兴的事情 全家信主 不管在任何的餐厅 任何的场合 或者在家中 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泄饭 这是多美好的事情 朋友来电话 有的来那个LINE 说 他明天受洗 其中有一个姊妹很高兴地告诉我 她的老公要受洗了 哦 约好日子 我说我一定参加 就这样 真的是高兴 看到了这个姊妹受洗以后的改变 哦 带着孩子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这个生活 老公受了感动 也愿意受洗 大家一起享受在主里面的爱 那还有呢 就是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 说孙叔 我什么什么时候 我就毕业了 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了 哦 听到了 好高兴啊 一个在演艺界的 一个主持的一个女孩 看着她多少年来 从信了主以后那份改变 再看到她自己的那份坚持 在任何事情上认真的去生活 然后再到后头 她默默地 她读完了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 然后再在你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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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延伸班毕业了 她要我参加 我说我一定参加 真是高兴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 你的周遭有人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透过上帝的爱 我重新再看这些基督徒 它是有很大的改变 或者是我们的基督徒朋友 亲戚 亲人 跟我们谈过很多事情 很多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将来受洗 那你有没有接受 好好想想看 耶稣爱你 爱你的全家 上帝赐福你 clesialtes 太匿 cortex 太匿 foundationalスケット 请我